這次在臺北舉行的足球世界盃資格賽 中華隊0比1敗給馬來西亞 主場臺北田徑場的草皮也備受批評 有關賽球迷認為當天草皮泛黃 場地充滿黑泥 不僅影響球員表現 也讓臺灣的國際形象大大扣分 體育署希望包括軟硬體方面 都能有所加強 為了改善和推動國內的體育教育 體育署近年在校園推行了素養老象教學 希望老師透過瞭解 每位學童的個人體能表現 改善的地方進行加強 英才施教 不再是透過技術呈現來評估成績 用素養導向教學 可能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各位可能會比較想像不到 可能他會使用平板這樣子 剛開始的時候 從平板的這樣一個教學裡面 先認識這一些要上個體育課的 這些的一個知識 跟相關的一些動作分析 老師們 針對他之前 個別學生之前過往的一些 體育學習的一些成績也好 或是一些評量出來的一個結果 可能真的就是要針對學生的 這樣子一個需求 要做一個特別深入的了解 現在的教育更重視培養學生 針對運動的了解以及態度 協助少年們培養 眾生運動習慣 體育署也將在週末舉辦 身體素養評量 國際論壇以及交流參訪 邀請國際學者專家 共同交流體育教學的經驗想法 我的體育台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 視頻度 對 照明報道理 審查 製造明報道理